给你听 这是我爹给我的米辣 我从出生去一直带着她 冰箱 大奶奶 你找我有事啊 是啊 有点事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二弟要回来了 我和姥爷的意思是 二弟一回来 就把她的婚事办了 这婚前 跑前跑后的事呢 都让你办了 老爷说 你心系 你就办吧 我办 二爷的房子怎么样了 二爷的房子已经舒适好了 大家都麻利一点啊 二爷回来之前 要干得干干净净的 哎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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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都冰天的 你们俩都哪有相公样 在家里来好多人 哪都不许去了啊 看好妹妹 快去那玩去吧啊 大奶奶 大奶奶 怎么样 回来呢 不是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一脸 在半大 被刘河给抢了 没找标局的压标吗 这事不能怪孟管家 大奶奶 这都是我的错 我想梅家离这不远 搬了山头就到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这都什么年月了 兵荒马乱的 夜里都可听到后山的冷枪响 你怎么可以这么大意呢 你说说 你说说 我跟你说过 这件事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这事我说过吧 你看看 你现在让咱们老爷 都没面子 好好好 我不跟你掰扯这事 东西丢了我先不说 我告诉你 你要把这件喜事 给我耽误 我看你怎么办 你真的是诚实不足 你败事有余 你干点什么行 大嫂 我回来了 二师 二弟回来了 老爷 老爷 二弟回来了 文帝 你回来了 大嫂 这一路辛苦了吗 好好好 快去 茶都给你洗好了 保证这种 保证这种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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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大叔给你讲 文帝 你现在学成归来 是咱们磐石镇 最有学问的人了 我这当大哥的 脸上有光啊 李晨啊 七八二奶奶请回来 你大哥呀 一直盼着你回来 继承家业呢 那工作都给你找好了 老爷 来 交给我弟弟 二爷好 二爷路上雨途劳累了 饿了吧 我去让夏人做点饭菜 老爷 大奶奶 那我先去了 好 文帝啊 你二嫂也是 排斥镇的人 还是医药世家 也上过学堂 年龄相访 以后在家里头 要好好好地相处 二爷 李婶 二爷 洗澡水放好了 这些都是干净的衣服 李婶 这些日子 辛苦你照顾家里人了 照顾老爷和奶奶们 是我应该的 点灯 长这么大了 他的大名叫什么 我没文化 哪会取啥大名啊 二爷 您上过学堂 是个有文化的人 给取个名呗 我想想 点灯 就是给人带来光明的意思 不如就叫黎光明吧 光明 黎光明 这边挺好 家着还挺顺嘴 还不赶紧谢谢二爷 谢谢二爷 老爷 昨天我让老孟 把梅家的聘礼都送过去了 梅家的老太爷看了呀 乐得合不拢嘴 好啊 梅小姐确实很漂亮 文帝一直喜欢 也不忘你这做大哥的 对他的一片苦心 对 梅小 二爷 在裴家 应该有规矩 请叫我二嫂 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变成我的二嫂了 这谁的信件 二爷 我先忙去了 二弟 大嫂 家里谁要结婚的 你瞧瞧瞧瞧 你这么一回来呀 大嫂这一高兴 这忙糊涂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忘了告诉你了 我和你大哥呀 给你寻了一门亲事 这不就等着你回来成亲呢 什么 你们帮我定了亲 不行 这婚我不能结 那为什么呀 你应该高兴啊 因为 总之就是不能结 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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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读了几天书翅膀硬了 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吗 大哥 不管怎么说 这婚我不能结 你说这个理由呢 我听点 我就是看不惯包办婚姻这套老规矩 臣服 没有自由 没有尊重 你别以为你读了几天书就拿这些洋词来质问我 什么尊重自由 简直可笑幼稚 对不起大哥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令你记着 只要你还姓裴 你还是裴家的人 婚姻的事情由不得你做主 丁香 二弟 你来得正合适 我正在给你弄衣服呢 你试试吧 看合不合适 要是不合适的话 我好拿去盖 来 试试吧 静香 还不能把一切都告诉我呢 说出来有什么用呢 反正都回不去了 是我对不起你 你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办了吧 静香 静香 你干嘛呢 我正在给二弟爷准备衣服呢 好吧 文帝情绪怎么样 好多了 你们年纪相当 又都读过书 能收到一起去 你的话答听 今后啊 你一定要帮我 多劝导劝导的 洗帖我都准备好了 一起去看看 好